作為Youtuber 我們平時都會整天review 一些新的美容產品 例如有美白、保濕 另外我們都會化一些不同的妝片 所以跟美麗都很大關係 分為由內到外 內就是你的價值觀 你對生活的態度 你的夢想 都會反映到你內在的美麗 而外表方面 你的打扮、談吐、代人節物 都是美麗的定義 我想看到一個女生 她有沒有夢想 然後很熱切地去追求 另外我覺得個人主義也很重要 真的很忠於自己 而活出自己 做回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 這點我覺得我會給她多高分 謝謝大家